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5G商机将大爆发 MOSI族群今天需求火热 国际华星客也走高 被动员建族群也开始出现了反弹空事 那今天盘面的进一步分析 现场问你瞧到两位专家了 首先欢迎到是品峰大中华 头顾蔡丰盛分析师丰盛老师好 婷娟好 大家午安 各位欢迎到连前文总顾问 各位同志们大家好 好 今天盘面上官要掌握 先赶快来请教丰盛老师 好的 感谢婷娟各位 昨天蔡老师的解盘 就已经跟你讲过 台湾股市今天要这么走 各位你有没有很高兴 各位照道理来说 你应该很高兴 尤其在台股闷了那么久 已经站上季线四天了 但是如果你不高兴的话 那我告诉你 那你可能跟这个盘势 背离很严重 就像说现阶段市场 昨天美国的财政部长 美鲁钦说他可能会先行撤掉对中国的一个关税 造成美股从盘下这样急拉 一百多点 尾盘也是创高 那现阶段做澄清之后 你以为美国股市走弱了吗 没有啊 美国股市目前的电子盘还在涨一百点 各位 甚至于说大陆的股市在下午一点钟下午盘开出之后 不管是入股还是港股都还在走高 各位那我问你嘛 你一定想说老师那到底这是什么盘 各位这个盘一如啊 往昔我都会提早跟你讲 仰空啊 各位就是仰空啊 为什么 因为破底之后一定信心崩溃嘛 但是在信心崩溃之后 今天的台湾股市再创新高 已经涨了五百多点了 各位 如果你还不在意的话 那我告诉你 也许指数不会涨太多 我们也期待最好过年前啊 能够上万点就好了 大家很舒服嘛 但是个股上涨的潜力是无穷的 你不要以为说大盘今天涨个46点 就不会有股票大标啊 我跟你讲的台积电防守型的股票啊 真正主攻在哪里 3008的大力光啊 台股的什么股王啊 今天随便一涨就涨7%啊 各位 你如果觉得这不是行情的话 那我也告诉你 那不会有比今天好的行情了 这样你知道吗 各位台湾股市从12月25号去年 圣诞节我就已经跟你讲跌破9588点 代表9400点必破 结果台股啊 在整个1月4号 2号3号4号 因为美国股市苹果 财报利空啊 破底 就如同我跟你讲的 但是我事先跟你讲会破底 我也跟你讲破底还是要买 为什么 因为这个市场啊 破底不会杀多少 因为融资已经啊 融资已经搭了 你们知道吗 各位 散户已经大部分都不在场内了啦 所以说这个盘要杀下去 也没有散户在 也没有很多的散户抱着股票 你杀什么盘 跌破9400来到9319 就来给你什么 先蹲后跳 先蹲后跳 给你嘎空手跟嘎空单 就这样嘛 各位 我是不是当时就跟你鼓励 台湾股市后面吸引外资回来的 是这个殖利率4.8 我的看法跟证交所董事长的看法 一模一样 各位是不是 你再来看 而且呢 2018年上市贵的全年营收35兆 12月份 那本来就是不好啦 这有什么好比较的 来各位 加权指数 三天前 1月16号 今天1月18号 站上季线了 第二天了 我说季线之上 多方集结 持续仰空 仰空 你如果觉得说台湾股市涨不动 那你起码也要尊重一下美国股市嘛 你又不尊重美国股市 你起码也要尊重一下大陆股市嘛 他们都要涨台湾股市跌去哪里啊 这不就得了吗 各位啊 你今天还想说台湾股市涨46点涨那么少 我还觉得嫌多了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线就让人家还看空 还能够涨46点 挺好的吧各位啊 这个过年红包你不赚 那真的是啊 自己跟自己过意不去 昨天1月17号跟你讲站上季线第三天 我昨天也针对盘中9点10分到9点50分的杀盘跟你讲啊 丙总啊 先关账 哎哟 那挺好的啊 那代表后面几天他就不用关账 那先给你结算嘛 行情不好包括资金有压力 他先结一下账 所以昨天9点10分到9点50分杀了66点就是这样啊 如果说是法人杀盘的话 昨天就不用拉尾盘了 昨天再给你灌杀50点 变成跌了100点的黑黑棒 各位这不就完了吗 但是昨天大盘涨27点我就告诉你啊 我就告诉你说这个局啊 刚刚好落入整个多方的仰空的一个形态 各位对不对 那今天1月18号再冲新高意外吗 各位有没有人持反对意见呢 对不对 叫你不得不爱上台股 那每天涨一点涨一点妥好啊 根本就不用上万点 万点以为你要卖股票 不用就在9800 99最好收盘 收9999封关钱 不要上万点嘛 大家都不用卖 然后个股每天都涨不停 都来冲新高 这不就好像尽善尽美吗 各位 稻穹指数昨天来到反弹新高了 今天晚上再努力一点就站上季线了 有没有先起指标 有啦 有比稻穹更强了 是什么科技类股吗 科技类股不是已经站上季线了吗 各位这条60日的移动平均线 Standberg500呢 各位 今年获利看空 一样来到季线 走单脚这样子嘎上去 各位是不是 你如果不相信你再来看一下亚马逊我跟你讲的强中之强 最强的亚马逊 智慧家电 智慧家庭 智慧社区 这蔡老师太多节目 现阶段市场能够在盘中来跟你做交代 包括盘后做这么大的节目 以及每周二晚上9点来跟你讲专业面的东西 全市场只有蔡老师一个 不然你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分析师 没啦 就只有看57台你能够看到我 各位你知道吗 那你来看一下美光 是不是一样也是底部讯号 之前一路跌一路跌 南科也跟着跌 旺猴也跟着跌 各位 那你现金乱打底出现 你不反弹谁反弹啊 各位 来 MVD电玩展 是不是股价也慢慢的起色了 微星也上来了 技嘉也打底好了 虽然说他们推的GPU 还是12奈米 我之前也已经从金钱报里面 我已经跟你讲 未来可能智林啊 这个GPU会打败他 而不是所谓MVDR说了算 虽然说MVDR的执行长是台湾人 各位 那你也要懂产业趋势嘛 各位对不对 特斯拉股价也是持续 一根喷出就再创新高了嘛 各位对不对 美元指数弱势 亚洲股市 亚洲货币强势 美元不升息了 所以之前美元的强势告一段落 资金流来新兴市场 各位啊 那为什么大陆股市长 台湾股市长不就合情合理吗 那不就得了吗 你为什么一天到晚就觉得说 这个盘一定要跌死 跌到8500 跌到8000 跌到6000 各位 那叫释放假消息啊 那叫预测指数啊 那东方要抓起来啊 各位啊 西德州原油 也是在反弹啊 原油价格只要不破底不就好了吗 各位 你不尊重美股 尊重一下入股吧 各位 来到季线 看一下是不是有可能长线底部 万一中美贸易战 就像我跟你讲的 握握手 让美国宣布 因为川普爱面子嘛 让你宣布赢啊 赶快把它clean掉 把它结束掉 那全球股市起码大涨个1000点 把2018年不要全部还回来 你还三分之一就好 就有的你赚了嘛 各位 恒生指数也一样 季线在这边 它是亚洲最强的 香港的一个股票市值 比台湾大四倍啊 你不要看不起香港当完之地啊 是大四倍啊 全球的基金基金人在亚洲啊 除了看路股之外 是看港股 不是在看台股啊 各位 不要把台湾觉得说是地球的中心啊 地球绕着台湾跑啊 各位 那你应该多走走 多出国旅游看看 看看大山大海大川啊 你才知道 原来台湾才是弹丸之地 人家香港的股票市值大台湾四倍 各位 恒生 是不是有可能长线底部 对不对 所以加权指数 我们现在希望的是 今天三点钟能够买超 这样就能够脱离惯性了 一买一卖一买一卖一买一卖 今天连续买超 这就正面了 明天台湾股市没有开盘啊 虽然明天很多人要补班啊 补2月8号啊 新春的廉价 但是台股已经不开盘了 我们下礼拜一 你才能够看到一言新帮 各位你知道吗 加权指数 目前的融资1240亿 这一波的低点1239亿 如果今天融资再减的话 就是新低啊 那你在反弹当中 融资又新低 此时不拉什么时候拉 我就跟你讲 散户倒成一团了嘛 所以我才会跟你说嘛 你看一下台积电 昨天法说会哪有好 我问你 我可以公开的告诉你 昨天法说会没有好啦 很多外资 很多的一个什么 调降目标价的报告 都等在后面丢啦 问题在于他ADR应该反映吗 ADR有跌吗 没有ADR涨得快2% 你来看一下 股价反映一切 那你那么期待台积电跌 好了今天也跌给你看 今天跌2块可以吧 跌2块而已 各位你为什么不这么想 台积电都已经跟你讲 今年第一季要衰退了 然后呢 今年呢 2019年 可能没办法像之前发的豪雨 用美元计价 年成长会5%到10% 大概只能涨2%而已 全世界半导体都明明帽 都在衰退 台积电他认为2019年 除了保守之外 他大概涨个2%没问题 你去哪里找到这么好的公司啊 叫你不得不爱上台积电啊 各位 台湾有台积电挺着 你有什么好怕的 当然他是防守的标的嘛 主公的标的在哪里 当然是蔡老师 蔡老师跟你讲的嘛 来各位 我跟你讲过的 主公的标的在大力光 而且在最低点的时候 2880块跟你讲 我就跟你讲 2019年要来了 要来了 来了 1%变14% 大14倍 你都不相信 结果后面一路的一个验证 包括法说会说完 一样跳空大涨 你看看麦格里 你再看看这件事情 是不是很好笑 麦格里他认为三镜头啊 渗透率没那么高 大力光没那么好 然后呢 欧飞光啊 瑞森科啦 新巨科 玉金光 有机会来跟他竞争 竞争什么啊 各位啊 你今天看空的法人 就讲一大堆坏话 各位这应该要抓起来吧 这不是应该抓起来吗 他在结束法说会的时候 给你丢市场报告 影响行情 把大力光的目标价 调到2700块 各位这我们手上都有 结果今天大力光 来到3785块 已经嘎了麦格里 嘎1000块了 各位 来三镜头的趋势 今年2亿3500万只 我原先跟你讲了多少 预估2亿1000万只 还要来得高 2亿1000万只 你说你看蔡老师的节目 这么的一个什么 舒服 你还不好好地继续支持下去 来各位 大力光利空出镜之后 还有什么股票 这礼拜的南亚科 一样大涨 各位 今天南亚科 是不是一样瘦在564 喷出 各位12块8 50几块 今年配大概6块到7块 你去哪里找 上礼拜是蔡老师 上全能事务所 讲大力光 讲南亚科 今天几乎都创新高 你说蔡老师 有什么好跟你验证的 天天都验证 来各位 每天12点15到12点半 蔡老师通通在盘中照顾你 鼓动前朝一言新帮 从1月份台股大跌以来 我跟你讲宝城 跟你讲美绿 讲莲勇 讲瑞玉 跟你讲联巴科 讲建核心 讲义龙店 今天全部创新高 各位 全部走洋 你说来到丰盛号上面 你能够得到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起码你应该能够信任 蔡老师的专业吧 一切的东西就是让专业的来 圆月的红包行情不等你 下礼拜一开始剩八天 你要不要赶快抢先占有 一包一包的一个转不停 枪在手 钱在你的手 赶快跟着蔡老师布局 一通电话 让蔡老师全心全意的帮你抢红包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亭娟 好那更多操作的建议广华 我们继续再请风声老师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一言新邦 更多的排面解析跟各股掌握 继续再请教风声老师 好的那感谢婷娟 各位我一直以来都跟各位说 散户散户原则上就是输家的代名词 所以说你要摆脱散户这个代名词 因为散户机会是没人的 各位对不对 蔡老师为什么要当散户的守护者 我就是希望能够帮你调到赢家 而不是只是当散户 当然未来你如果讲说散户赢家 那搞不好也是一个说法 那我问你赢家到底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台股 你看蔡老师这个专业是不是赢家 如果确定的话我希望你用我的思维来接触这个台股 不是说百分之百一定准但是起码我能够很贴近市场 然后呢然后能够赚多输少这就对了 不可能全赢了各位你也不要把蔡老师想的好像是神话一样通通不对 就像我告诉你的目前啊 业界能够在盘中啊跟你相处啊跟你印证盘后来跟你印证的一个什么 一个未来市包括跟你讲专业的领域的这三部曲大概只有蔡老师而已 所以我从12点15分为什么我要跟你讲收盘 你马上印证 你不用一昧的都只看这些盘后的节目要去挑到一个名师 我告诉你啊 那不可能会贪钱啦 大家都说对的对的对的 蔡老师为什么叫你印证 股市这么一个大海能够找到涨的股票很不容易 而且我跟你讲的是涨到适合啊 赏户你去做的股票更不容易 各位刚刚跟你讲元月份 元月份1号2号3号台股市崩盘跌破9400 我在股动前潮12点15分一言辛邦跟你讲到目前创新高的股票 来各位你来看一下 1月2号跟你介绍的9904的保存 来各位在这边1月2号盘中连线 蔡老师这些东西都无用置疑 为什么因为我都放在品封大生活大中华生活圈里面 来各位9904的保存来各位当时多少32块 品封大中华头顾蔡璋丰盛1月2号盘中连线 9904的保存今天的一个什么一个股价多少 我们请导播打出来好了 打日K线就好对你来看一下35.85 第二档来各位 这都公开让你印证1月8号2439的美率 这讲了恩变了来 2439的美率来各位 完整的六大买进的因素 1月8号盘中连线来各位美率 2439的美率128 今天的美率多少钱吗各位你来看一下来为什么要让你这样印证 你这样才知道市场上要真的这样才是解盘 不是在讲一大堆盘后的一个什么废话 就像蔡老师一直跟你讲未来会怎么走 未来会怎么走来 还有什么1月8号还有3034的联勇今天是不是大涨来各位 3034的联勇你看蔡老师的盘中是不是跟别人的盘中不一样 我就不挑人家的一个明细啦 总是要让人家活生存下去嘛 各位对不对1月8号盘中连线 你来看一下 这一些个股是不是适合散户 你自己看当时多少142.5 3034的联勇今天多少钱来各位 我们看一下日K线今天最高155.5 来各位下一档来 1月10号瑞玉IC设计正式介绍 介绍最强的来各位 2379的一个瑞玉1月10号盘中连线 来1月10号盘中连线瑞玉多少 144.5来各位 横盘哦来 今天的瑞玉多少来各位 昨天来到159今天152.5 各位来下一档来 重量级股票出来了 蔡老师来救联发科的啊 你如果是联发科的股东 或者散户是不是很高兴 蔡老师总算把联发科放上去 1月11号来联发科2454来 2454联发科来1月11号 多少227 站上季线第一天 我就在节目上跟你正式的一个报告 各位你看一下2454联发科 今天多少收最高244 还有呢 近期的1月15号这礼拜二建核心 来建核心一家 建核心来各位3003建核心 今天是不是一样来到高点 是不是创新高 你自己看嘛 还有呢 两天前礼拜三 礼拜三跟你讲什么 2458益龙店横盘的哦 不晓得横盘多久 你自己看 蔡老师介绍 然后呢 你看 787哦 今天多少 今天有没有喷出 今天多少 815最高829 我再问各位 如果你今天看到蔡老师这样跟你验证 你还不清楚原来这才是专业的话 那你在盘后节目你要找什么啊 找说我过去做了什么样好好的东西吗 各位 不对吧 那都已经过去了 蔡老师所有东西都已经放在品封大中华 从已经运作了一年多的一个什么 一个赖生活圈哦 你看多少人加入 3034的联勇 对不对 原月份以来包括12月底我就跟你讲什么 TTDI要大气啊 你的老师不会关心这个 因为你的老师每天都在卖涨停板 各位我跟你讲 AERMOLA这个产业也会大涨 对不对 所以包括联勇双重利多之下 还有封装的6147的奇邦都是主要的受费者 对不对 面板 AERMOLA面板出货量百万片 19年 20年 21年 22年 联勇今天创新高 各位对不对 6147的奇邦昨天已经来到高点 各位 震荡之后还要走强 为什么 因为以往高点都出量 昨天没有 所以代表后面还会再推最高 为什么 因为他们产业面就是这么的踏实 所以你再来看看 来 2439的美率 跟你讲亚马逊概念股 你都不相信 你看涨多少 涨到今天还在涨 涨到今天还在涨 你说今天2439的美率有3亿吗 没有 19.9亿 这才是散户的守护者 不是一天到晚在讲那些小股票 各位 或者一两百张的股票 然后涨停也在好高兴的 笑掉大牙 2454的联发科 159亿 被蔡老师一点名 跟你公开介绍 然后就连涨了5天 法人的买超更不用讲 因为那已经不重点了 因为今天的重点是 3点钟 法人有没有持续的一个买超 所以我在这边才会跟各位说 市场永远不公平 包括你也许讲说 老师今天有很多多方的缺点 大盘没有一天大涨 是完美的 每一天都有缺点 就像美国股市 现阶段走嘎空跟仰空 然后入股也一样 你说台湾股市不跟他们 那台湾股市是走倒霉运吗 不是吗 那你看到美股跟入股都在走嘎空 台湾股市为什么不能走嘎空 那你说老师那高空是不是来到1万点 各位你那一些动作都不对 因为指数的一个涨多少 除非你要当行政院长跟总统 不然根本不重要 你应该去买啊 真正在让头上的产业 它会涨不停的个股 对不对 盘好它就涨比较多 盘不好它也不会赔嘛 它是让你小赚嘛 一样是涨多跟涨少的问题嘛 所以我跟你说过嘛 蔡老师讲的所有的东西对不对 尤其今天礼拜五了 你如果第一天收看蔡老师的节目 你忘了蔡老师之前有25集 你赶快加入 对不对 包括寒假最佳巨处台北天晚展 今天的一个网融还创新高 各位3083的网融 这都蔡老师说过的啊 各位对不对 四子王2439的美律 一切都在品封大中华生活圈里面 对不对 所以我这边才会跟各位讲嘛 看看大力光 这边看起来像什么 像什么嘛 为什么我在这边就跟你讲说要大涨了 已经赚了一千多块了 为什么我看得到 各位 乃雅科蔡老师早不讲晚不讲 为什么在关键性下跌的时候 都能够好好的告诉你 而且我们学员朋友都准备好了 一买就赚一买就赚 还不是要赚小钱啊 所以我跟各位说 唯有专业才能让你啊 一劳永逸 专业操盘正面迎战 圆月红包行情措施真的很可惜 你一定要赶快抢先占有 一包接着一包赚不停 枪在手 钱在你的手 赶快跟着蔡老师来布局 蔡老师让你一包接着 一包接着一包啊 红包赚不停 有任何难题一通电话 让蔡老师全心全意帮你忙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婷娟 好 非常感谢来外来一边的分析 要听观众朋友节目当中 最络紧供参考投资人 还需要独立判断 省省评估风险 与主持人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